好 下大雨 騎士騎機車一定要特別小心 台北市松山區清晨就傳出了 路上出現了直徑1.5公尺的大洞 因為沒有蓋上人孔蓋 疑似有機車騎士是連車帶人的 掉進洞裡情況很危急 但是警銷人員趕緊到現場搶救 現場初步研判 沒有人掉進洞裡的跡象 這可能是一起誤報的案件 直徑1.5公尺寬深度8米的大洞 出現在台北市松山區塔油路上 現場拉起封鎖線 因為11號上午6點多 傳出有機車騎士連車帶人掉進洞裡 因為清晨開始下大雨 水位暴涨 加上這邊又在台北市最大疏散管線上方 重達150公斤的人孔蓋 竟然被底下空氣撐開 留下大洞十分危險 警察人員到現場也趕緊下到管線打撈 本局6點14分接貨通知 現場有疑似機車掉落 我們立即派遣三部消防車兩部救護車 所屬大概15人到現場 立即做打撈的動作 目前深度約8米多 經過初步的打撈並沒有發現遇狀 目前現場初步研判沒有機車痕跡 警銷就怕因為底下污水混淆了搶救的視線 最後希望整體事件只是因為大雨視線模糊 傳出的誤報案件 UDN TV 林秉舟韓英 台北報導